大家好 我是全台灣最重視基本面的老師 何吉鼎 吉地老師 今天亞洲股票表現不錯 韓國跟陸股都是持續向上漲的 只有台股是逆勢下跌了114點 台灣上市貴公司總營收是達到了3.7兆 月增是9.6% 年增是16.2% 基本面這麼好 為什麼台股會逆勢往下跌呢 究竟是什麼因素造成台股下跌了 這個因素也沒有辦法解決 不要錯過今天的節目喔 好在開始之前呢 一樣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給大家的盤錢資訊 盤錢資訊的部分我都會幫大家分析一些 昨天美股 的狀況是怎樣 我們可以看到昨天 稻窮指數是下跌了117點 其實是完全符合我們的預期的 雖然說今天我覺得 本來覺得台灣的台股會表現得不錯 因為早上看到 日本跟韓國股市 其實都是表現得不錯都是逆勢上漲的 但是台股就是有點呆呆的 到底是為什麼原因台股呆呆呢 等一下我們會再跟大家講 那我今天也有跟大家分享喔 今天如果說你要 就是觀察的熱門類股族群的話 因為昨天 鴻海有公佈了他的電動車 所以我覺得今天大家可以觀察 鴻海電動車相關的類股族群 相關類股族群包含了鴻海 玉龍 以勝跟廣宇 當然電池相關的類股 我也跟大家分享喔 我說 康普美奇馬跟聚合 其實 今天股價也還算是相對的抗跌 表現也算是不錯的 所以我給大家的盤錢資訊都相當重要 還沒加入我相關媒體頻道的朋友 現在就加入吧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描這兩個QR Code 分別加入我的LINE跟Telegram的群組 如果你想用關鍵字的方式搜尋 你可以打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另外我們的YouTube頻道 也不要忘記做訂閱喔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描這一個QR Code 按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覺得我們講不錯 記得按個讚喔 好 我們的盤錢資訊呢 我會放在臉書的頻道 想要看的 一定要加入我臉書的頻道喔 好在開始之前呢 那一樣啊我們先看一下國際股市啊 其實國際股市如果說大家看的話我們已經講好久了 這邊是季線 季線的話我們已經連續了兩次 碰到季線就持續的往下 所以呢前波的低一點呢看起來又有形成一個WD 所以上有 壓下有撐 所以暫時來講我認為啊 道瓊股價指數啊 會持續在這邊震盪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所以呢 既然道瓊指數會持續的震盪 也就是說震盪震盪不代表走空 我認為啊 既然道瓊股票指數啊是持續的震盪 台股呢 我覺得 受影響相對來講也會比較小了 台灣現在也在底部附近 出現一個打底的動作 我們可以看到 加權股價指數的部分 你看一下 走勢跟 美股是不是很像 月線 應該說季線 季線下彎 對不對 這邊是季線 季線出現的下彎 那美股的部分呢 看到季線也是這邊 也是有下彎的 那整體來看呢 我認為啊 台股跟美股走勢會一模一樣的 既然美股會在這邊附近震盪 台股呢 我認為也會在這個季線跟年線附近這邊震盪的機率比較高 那最近呢為什麼台股呢又一直跌一直跌 明明很多基本面很極優的股票 為什麼持續向下跌 其實最重要因素啊也跟國際的因素有關 最重要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 就是通膨問題啊 現在全球都很擔心通膨的問題 通膨的問題呢 因為全球的央行最怕的問題就是通膨 央行呢最主要的目的只有兩個 第一個叫做促進經濟 第二個叫做什麼 維持物價 在維持物價方面呢如果物價是維持穩定的 央行就可以持續的放錢一直放錢一直放錢來救你的經濟 但是當物價 發生向上漲的時候 這時候 聯準會應該說 中央銀行就沒有辦法繼續再救了 他就必須要升息收緊資金 所以現在市場就預期因為現在物價持續上漲 市場是很擔心說聯準會啊 他要開始幹嘛 收緊資金 聯準會開始收緊資金的話會怎麼樣 美元在市場上減少 美元在市場上減少的話美元的價值就會提高 美元的價值提高有什麼好處 可以壓抑物價 畢竟呢 現在全球的原物料都是用什麼做計價的 都是用美元嘛 不管你是原油 黃豆 玉米 小麥 天然氣 這些全部都是用美元計價的 既然美元走強的話你就可以用比較少的美元去換這些原物料 就達到什麼 控制物價的目的 但是呢 控制物價的目的呢 達到之後呢 卻發現市場的資金減少 美元上升 所以就帶動了亞洲的貨幣幹嘛 亞洲的外資幹嘛 他開始要回流美元 因為 美元的價值在提高 我不用買股票 我直接買美元 美元就漲價了 所以呢現在的問題就在於 外資不斷的在撤出台股 我們可以從我們最近這幾年一直跟大家講的 三大法人呢我們可以看到外資呢是持續的賣超台股 連續10個交易日 已經賣超超過1200億 超過1200億 我們可以看到新台幣兌換美元的部分 新台幣兌換美元向上叫做 貶值 向下叫做 升值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新台幣兌換美元呢形成了一個什麼 WD WD就代表說這個升值的趨勢已經結束了 慢慢開始要走一個 貶值趨勢 目前來看呢 前波的壓力在這邊已經準備要突破了 既然前波壓力被突破了之後呢 新台幣後續是 一貶難升 那我只能恭喜 各位手上資錢如果有換很多美金的投資朋友們 相信呢 你現在手上的美金會越來越值錢 那我建議大家如果你手上有美金的話 不要那麼輕易的趕快 把它換 換回來台幣 我認為台幣還有一波貶值的一個趨勢 如果你從整個市場資金來看的話 果然 新幣 人民幣 韓幣 日元都出現比較明顯的貶值 代表說這一波市場都開始預期什麼 預期美國會加快減債 跟升息的腳步 加快減債跟升息的腳步呢 各國的外資 開始把他們的資產回流美元 造成了外資出走潮 所以大家才會看到最近最近 外資呢持續賣超的台股 那 外資持續賣超台股呢又影響到呢 就好像連鎖效應一樣 影響到 國內的投資信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台股的大戶啊 中時戶都怎樣 落跑了 大戶上一季的交易人數呢 少了11% 中時戶呢也下滑了 13% 連當充都從45%的比重 降到了41%了 所以整體來講呢 台股是 是人氣降溫啊 那什麼時候才會升溫呢 就要看 台股啊 何時止跌回穩 但是現在部分呢如果你等到呢 人氣又回流 股市又拼命向上漲的時候 你又會買在相對的高點 所以我們要分析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要分析到底後續是漲還是跌 不要看著股價漲就說會漲 看著股價跌就說會跌 今天股價確實是跌的 但是你要去預測一下 未來到底是會漲 還是會跌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現在影響股市啊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 通膨 因為通膨升高市場會認為什麼 市場會認為FED會加快 減債跟升息的腳步 造成外資的出走潮 但是未來呢如果說你發現通膨沒有 預期的這麼高 這個時候外資還需要出走嗎 所以關鍵的因素還是在哪裡 關鍵的因素還是在於通膨 那我們通膨的話大家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一波會有通膨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疫情造成各地都有什麼 封鎖的一個政策 各地的封鎖政策造成了供給減少 供給減少需求不變 甚至是增加的 就會帶動各項的原物料 持續的向上 各項的原物料持續的向上 就到了今天 連準會準備要控制 而且各地 又開始要幹嘛 復工了 我們從台灣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最近 其實疫苗是越來越多 很多飛機一直送疫苗來 一直送疫苗來 現在大家幾乎都可以 開放 預約的到 新冠肺炎的疫苗了 那每一個人都打疫苗了 經濟當然直接就是重啟 重啟經濟之後供給就恢復了 如果你去看一下美國的確診 你會發現 美國沒有在 就繼續什麼封鎖政策 已經沒有了 美國已經沒有各種封鎖政策了 結果他們的疫情還是開始好轉 這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疫苗嘛 疫苗已經越來越普及了 而且大家不知道 現在呢 每個月疫苗可以生產幾億支嗎 每個月現在全球的新冠肺炎疫苗 可以生產 15億萬支 15億支 15億支的話 大家想想看 年底 預估就可以達到150億支 年底到達150億支 等於是慢慢慢慢全球都有疫苗可以打了 全球都打了疫苗之後呢 就會把 新冠肺炎 視為流感 既然把它視為流感的話 各種工作 就全面的恢復 全面恢復的話呢 就會發現 各種物價供給開始增加 供給增加的話各種物價就會開始這樣 下滑 所以大家會不會感覺到很奇怪 就是最近很多基歐股啊 明明就是 表現得非常好的基歐股 像原物料相關的 或報價向上漲相關的類股族群呢 都持續的往下跌 比如說 我們可以看到 全值股的部分 是被賣超賣的比較兇的 比如說呢 台積電 明明報價向上漲 為什麼股價持續的一直跌一直跌跌不停 因為外資在賣 我剛剛不是講 現在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外資持續的賣超台股 外資賣超台股 外資主要佈局的一些對象幾乎都是所謂的全值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台積電呢 直接向下跌跌到這邊是哪裡 黏線了 直接跌到黏線了 日月光跌得更兇 跌破季線之後呢 連反彈都不反彈 直接的往下一路的往下跌 可是我們回頭去看一下日月光的基本面 日月光基本面有很差嗎 你會發現它營收是持續的再創新高 9月份的營收再創新高 你看到第一季第二季的獲利 也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現在有很多股票 其實都是莫名其妙被殺 為什麼莫名其妙被殺 因為外資在賣 最主要就是外資在賣 因為外資在賣你會發現 外資在賣股票的時候 它是不計成本的在賣 它不會管你跌 它不會管你跌的 它即使是自己踩自己 它也是照樣的在賣 所以才會造成很多基優的類股 像日月光 這麼基優 這麼基優的股票它竟然是直線V形向下的大跌 還有 最近大家在觀察有一個很重要的一檔股票叫做中鋼 中鋼也是一樣 明明打一個區間 區間震盪已經都出來就在35塊之上 到40塊的一個區間 結果跌破區間了之後呢 持續的往下跌 為什麼它持續的往下跌 外資在賣 通通都是外資在賣的 你會發現 中鋼的營收好不好 今天的報紙 中鋼的營收好嘛 9月份Q3前三季同步再創新高 而且呢 他們的動作也預期啊 鋼價會持續穩健的繼續向上 這麼極優的股票沒想到什麼 還是持續的往下跌 持續的在破底 為什麼 通通都是因為外資不計成本 不計代價的一切的 就是要出脫 它手上的持股 因為它可能成本很低 所以後續外資到底什麼時候 要轉賣為買 才是最重要關鍵 那最重要關鍵這個因素呢 你就要觀察什麼 通膨 通膨到底有沒有辦法 順利的往下滑 其實最近我在觀察 不管是天然氣 黃豆 玉米 小麥 都有下滑的跡象 但是這個漲價潮 已經漲到哪裡去了 中下油了 因為拖太久了 拖太久了很多中下油產業 本來呢 它可以自行吸收一陣子 就是成本上漲 但是呢你拖太久它沒有辦法吸收了 沒有辦法吸收之後呢 物價就開始往上漲 所以今天早上大家看報紙 有沒有看到一個新聞 我就特別敏感看到一個新聞 什麼新聞 網坪啊 網坪要漲價了 所以網坪漲價代表說 現在漲價潮已經蔓延到了 哪裡去了 下油餐廳去了 那既然蔓延到餐廳去了以後呢 你有沒有聽過餐廳漲價之後還可以跌回來的 沒有嘛 漲了就漲了 就持續的漲在那邊了 不會再降價了 不會降價了 所以現在市場是擔心這個漲價潮會不會持續的蔓延 但我認為11月份 11月份 聯準會應該就是要確定要減債了 聯準會確定要減債之後 就會有兩個 利多了 第一個 不確定因素結束了 他確實減債了 對不對 就是減少QE了 再來第二個因素呢 他確實減債之後呢 就可以控制 物價 因為美元順勢上漲 控制了物價 控制了物價之後呢 中下油呢 他們就漲幅就比較不會那麼大 相對來講就是控制好物價 控制好物價之後呢 利空上去 股市最怕就是 利空不出 利空出來之後呢 就有可能會達到一個利空出境 後續呢 就持續往上漲的機率就會來了 因為呢 即使是聯準會數要減債 其實減債 也是繼續在放錢嘛 繼續在放錢的話 市場資金還是很多的 所以呢 我認為啊 資金這麼多的情況下 他回轉一下 最後呢 信心恢復之後 他還是會重回 股票市場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最近有很多 報價上漲的類股啊 像記憶體啊 也是營收獲利都很高啊 比如說這是我 挑幾個比較 就是好的記憶體族群啊 你會發現他的營收獲利都是持續的向上 這是營收的部分 到9月份的營收還是持續的向上 那你要看到營業利率或者稅後淨利率或者是 本益比也是相對來講是低的 也就是說這些股票都是基本面非常好的 而且殖利率也很高 我們可以看到最高的殖利率有到哪裡 到6% 現在 存款有幾% 現在存款0.5 還是0.4 買一檔股票有6%的殖利率只要你抱著他就賺回來 你說買不買 很多的 一些退休基金啊 遲早會佈局這些股票的 所以我覺得手上有記憶體相關的類股族群除非 你有很有把握的標的 否則我建議你啊 還是繼續續報吧 再來原油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原油這幾天上漲之後呢 突破新高之後持續的向上墊高 但是呢 我會告訴大家 天然氣已經開始下滑了 所以天然氣下滑的話像這些塑化相關的類股族群啊 我認為啊 大家要見好就收 你看一下 天然氣的部分是不是出現比較明顯的一個買盤鬆動 所以呢你看一下天然氣是不是開始在往下跌 跌了10%了 從高點 往下降 跌了10%了 所以 市場就預期說 既然物價會開始往下跌 所以你會發現這些原物料相關的類股族群呢 走勢就有點震盪 我認為 如果你手上有這些塑化類股族群的 我恭喜你 你獲利了 但是呢我建議你啊 該獲利的時候 就是要獲利 你看一下台塑已經好幾天沒有辦法再創新高 持續向上攀升 雅劇也是一樣就在 45塊到50塊這邊區間震盪 我建議你啊 該獲利了結的趕快獲利了結 華夏也是一樣 幾乎可以說是無以為繼 漲不太上去了 所以現在有很多盤面上有很多報價 相關上漲的一些受惠類股呢都已經漲不上去 我建議大家 有獲利啊 趕快是出一出的 另外呢我們跟大家之前有跟大家講一檔就是 星象的部分 我們在這邊有跟大家講說 爆量下跌後續就會止跌回穩 這邊爆量下跌之後有沒有發現 他止跌回穩了 其實 星象也真的是一檔非常好的股票 營收是持續的向上 獲利能力都是維持相對的高檔 EPS今年估計應該可以賺到60塊左右 所以以60塊左右來計算的話 現在本益比啊 12倍10倍左右 相對來講是非常低的 所以我覺得這檔股票呢是值得大家去佈局的 而且呢 你看一下現金殖利率的部分呢 也有高達大概6%到7%左右 本益比相對來講是低的 所以這檔股票 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 另外我剛講到爆量下跌是有止跌回穩的契機 最近大力光也是持續的被修理啊 一直往下跌一直往下跌 我就說 外資是不計代價 不計一切代價就是要往下 殺殺殺 他就是要出脫 他就要出脫現在手上的台幣資金 他想要回歸美元 所以呢大力光也變成一個提款機 就持續的往下跌 但是呢 剛剛不是講 下跌爆大量之後不跌了 就有止跌回穩的跡象 所以我覺得大力光的部分如果你手上有已經跌成這樣 我建議你啊 還是留著吧 好 那還有什麼熱門類股族群值得大家投資的 還沒加入我的LINE跟Taggon的群組呢 趕快現在就加入吧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描這兩個QR Code 分別加入我的LINE跟Taggon群組 如果你想用關鍵字的方式搜尋 請你打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另外我的YouTube頻道還有臉書頻道也千萬不要忘記做訂閱喔 打開手機相機掃描這兩個QR Code 就可以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好 再來我一直跟大家講現在市場資金還是很多的 你會覺得很擔心 老師 股市一直在跌 會不會就一路的往下走空 請大家放心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連比特幣可以從6萬多塊錢 一路大跌到3萬多不到 3萬多再從3萬 3萬美元這附近的逆勢向上漲漲到5萬5千 比特幣這是一個非常投機性的金融商品 它既不能交易也沒有利息都可以這樣漲 證明了一件事情叫做 市場資金很多 既然市場資金很多的話 它都能突破之前的壓力持續穩定的向上 那 股票呢 股票有利率 有利息 有殖利率 為什麼就不會漲呢 我認為股市也會漲的 譬如說呢最近 最近 那個恆大債務風暴是哪一個國家 還有 最近限電的是哪一個國家 都是中國嘛 對不對 那我會發現中國的股市你覺得它很爛嗎 理論上恆大風暴了 中國又限電了 山西又有大水 中國又對於各種的一些企業 做一些限縮的一些政策 比如說像教育業 聽說最近要管金融業了 那理論上這麼多的利空之下 鹿股應該要撞掉 鹿股應該要死 可是你看鹿股有沒有死掉 鹿股有沒有走空 有沒有一直往下跌 沒有你會發現鹿股就在 這邊附近打底而已 他在年限這邊附近打個底而已 這幾天甚至是蠻有機會啊 突破了年限 那我們再看到越南指數 越南啊 越南就是最近疫情不是很嚴重 人家說越南的那個工人都跑回去鄉村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找不到工人了 可你也發現越南啊 指數還是繼續向上的 所以我覺得越南的問題也是慢慢解決 我覺得既然越南中國都沒事 台灣 台灣疫情嚴重嗎 台灣有缺電嗎 台灣缺什麼 台灣有被世界排擠嗎 台灣都沒有 台灣有沒有債務問題 台灣沒有啊 那所以台股會差嗎 我認為台股不會差 今天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外資在賣草 還有一個因素 周選擇權的問題 那既然周選擇權結算了 我認為啊 今天過後 明天就會漲回來 而且我們目前我們看到 現在最新最新的一個 台子期貨指數的部分 也是收紅的 所以我只能告訴大家 真的不要太擔心 台股今天跌完 該賣的都賣了 不該賣的也賣了 賣完之後呢 就會止跌回穩 那既然止跌回穩的話 我們剛講到越南 越南有什麼股票可以買的 華擎 華擎之前不是說在越南那邊要停工了 那越南這邊既然復工的話 華擎就有機會收回 而且呢 比特幣是持續向上漲的 所以你看到技嘉是持續向上的 所以我覺得華擎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另外今天盤面上最強勢的類股族群就是 綠能相關的類股族群 因為美國啊 要限制中國的一些太陽能相關的產業進口 所以呢台股呢 就有機會台灣相關的太陽能產業 就有機會受惠 轉單到哪裡 轉到我們台灣 所以今天我們發現 在安吉啊 直接就漲停 其實安吉啊 是一個太陽能類股裡頭 算是表現 真的 在太陽能模組場裡頭是表現最好的 因為他過去來講 從來沒有一年有輸 應該不是輸錢啦 從來沒有一年有賠過錢 所以這張股票呢 非常值得大家去注意的 在原金的部分呢 雖然說沒有漲停 但是他也是站在相對的高點 他已經收復了季線了 聯合戰勝表現得更強制 短線上來講 有可能會持續的向上 那這些都是已經發動的股票 在台灣呢 有唯一一檔做最上游的 就是 電池液的 電池漿的 銀漿的就是 那個太陽能面板 最上游的 銀漿的部分 銀漿的部分呢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碩合 碩合的部分呢他持續在這邊做震盪 還沒有發動 也許呢還沒有發動就值得大家去進場 去做佈局 另外呢 我剛剛講綠能今天都是盤面上表現最強勢的類股族群 除了太陽能之外綠能還有什麼 風力發電 所以像風力發電今天呢 相關的類股族群其實也表現得不錯 有什麼 尚維啊 永貫啊 四季鋼我認為都是值得大家去 看一下 要不要進場去做佈局 思考去做佈局的一些 不錯的類股族群我們之前有講過 以上為 永貫跟四季鋼三檔風力發電 的基本面來看呢 四季鋼 最近的營收是比較好他是持續的向上 因為他最近有很多水下的工程啊 都已經進入到收割期了 所以我覺得四季鋼大家可以特別去注意一下 另外呢今天盤面上類股啊我一直覺得 這檔類股族群啊是真的我覺得非常看好的 就是鴻海電動車 昨天已經發表他電動車的一個 就是實體 聽說下禮拜一 鴻海科技日 郭董要親自開著電動車入場 他最新的電動車已經 出現了這邊 這就是他最新的電動車 車頭看起來 車頭燈看起來很酷炫 看起來是真的蠻讓人感動的 台灣終於也能在 就是製作一台就是 電動車 而且呢 除了電動車之外還有電動巴士也都曝光了這在 信義區啊 釋開的一個畫面 那高雄的部分呢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高雄客運了已經跟就是 鴻海這邊做簽約了 他們就是要確定就是說要採用 鴻海這一台電動巴士當成他們的電動車 所以相關的類股族群呢 電動車鴻海電動車相關類股族群你可以觀察就是什麼 鴻海 羽龍 廣宇 以勝跟洪准這幾檔類股 雖然說今天呢 今天啊 開盤受大盤的影響 開盤這幾檔類股呢都是走跌的但是尾盤都有拉起來我們可以看一下喔 放大鏡看一下尾盤都是有拉起來的跡象的 羽龍也是一樣尾盤 尾盤都有拉起來的跡象這短期上來講是蠻有可能是直線再創新高的 那廣宇的部分呢也是一樣喔 有拉起來 廣宇的部分拉起來之後呢 你看一下收盤價是不是收在還是相對的高點表現也都不錯 以勝也一樣喔有拉尾盤 另外呢如果講到電動車的話也不得不提啊 電動車最 最關鍵的什麼 電池 在台灣來講啊 電動車最關鍵的電池的部分啊 大家最關注的就是正極材料的康普 康普我們可以看到他在這邊區間震盪已久短線上來講是蠻有機會會突破前波高點的 康普呢之前有講過他也是在大概100塊到125塊的區間做個震盪 雖然說呢你有沒有發現他在前波的 高點這個壓力線啊是有點就是 有點漲不太上去但是呢 如果說康普能向上突破一個壓力的話 我覺得美琪也能同步的向上 另外講到這兩檔正極材料也不得不講到電解液 電解液的什麼 聚合聚合的話你會發現他股價盤整也是盤的蠻漂亮的 已經盤了將近三個月的底部了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盤底盤的非常的漂亮 他的主要的一個支撐線就大概在50塊附近 50塊附近看起來是有一個蠻明顯的支撐的 也許呢投資朋友可以在這附近呢看一看 如果有機會不跌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另外呢我們今天跟大家講盤面上今天雖然說西制裁表現的是比較不好的 籌碼是有點鬆動的但是字元啊 字元表現還是不錯今天台股是跌了100多點他還是相對的在高點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來講呢他表現都不錯 到今天呢有沒有我們可以看一下 今天他還是強勢的再創新高收到台股的拖累 台股雖然說拖累塌了一下但是呢他還是維持在相對的高檔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像資源這種股票都是最近投信持續佈局的股票 投信持續佈局的股票最近看起來走勢都是比較強的 因為我剛有跟大家講最近賣超的都是誰 都是外資啊 最近外超 都是賣超都是外資啊 那投信呢投信卻持續的買超台股 不離不棄的買超台股 很多 投信佈局的股票 都是怎樣 都是沿著季線 持續的向上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觀察一下投信佈局的股票 可以當作你下一次換股或者現在要佈局的一個 好標的 我們之前有幫大家找到一檔這一檔也是 投信持續佈局的 我們雖然說沒給大家看 但是你會發現 投信是不是有持續佈局 下面是投信的買超 幾乎都是站在買方 昨天呢 昨天台股表現的不好 昨天有沒有買 沒有持續的繼續買 所以這檔股票呢現在今天也是維持相對的高檔 我認為這檔股票 還是值得進場去做介入的 想要跟我一起操作這檔股票的話 你可以透過 電話 080066 8085 或透過我們的LINE 來跟我們聯繫 直接跟我們講就可以了 今天的節目呢 到此結束 我們明天見 080066 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